SCP-111 摄影机被悬吊在气象气球下 持续地监视这边区域 个人没有得到四级或更多研究员的详细书面许可 不能进入SCP-111-2周围一公里的范围内 如果SCP-111-1从SCP-111-2处离开 所有员工将会撤离这个限制区域 直到SCP-111-1返回到它在SCP-111-2下面的位置 描述 SCP-111-1是一个拥有和家全类似外表的实体 SCP-111-1的大小随着它与SCP-111-2的距离改变而改变 当位于正下方时 SCP-111-1的肩高大约为150公分 SCP-111-1的确切品种目前远不清楚 它呈现一种杂交的外貌 同时具有拉布拉多猎犬和德国牧羊犬 这两者明显的外貌和特点 SCP-111-1具有白色的毛发和红色的眼睛 两者都会发光 光量等级和SCP-111-1的接近程度成比例 在和SCP-111-1距离超过500公尺的时候 SCP-111-1逐渐变成半透明状 此外 SCP-111-1的速度 力量和敏捷 似乎都和与SCP-111-1的距离远近程反比 SCP-111-1脖子上褪色的红色项圈上 固定着一块狗牌 写着 忠诚的 独自一人 SCP-111-1躺在SCP-111-2下方 他看上去不像是睡着了 如果他是睡着了 那他也可以保持眼睛完全睁开 他不吃也不喝 甚至也不呼吸 如果SCP-111-1 察觉到有任何人或者物体 接近SCP-111-2 他会迅速的充满敌意 并尝试超美入侵者 SCP-111-1与一条普通的狗相比 也有明显强大的肉体能力 影像记录显示 他能够以超过时速60公里的速度奔跑 可以跳6公尺高 咬穿15公里的态度版 SCP-111-1似乎是五行的 数次想要消灭SCP-111-1 或者接近SCP-111-2的尝试 都以失败告终 参阅事件记录 SCP-111-1-1 以获取更多详情 SCP-111-2的外形 为一个被绳索悬掉在树上的男人 对象穿着褪色的西装和绅士鞋 两者都因为过于破旧 而不能正确的病人制造商 SCP-111-1-2 以一种和被吊死的人类似的方式 持续抽搐和静磷 偶尔能听到呼吸的传奇声 当SCP-111-1接近SCP-111-2时 这些抽搐的剧烈程度和能量会直接上升 当两者距离变大时 抽搐的剧烈程度和频率都会减少 事件日志 111-1-1 预期 19年5月2日 一队 特工被派遣去尝试把SCP-111-1 转移到一个送的设施中 该小队从SCP-111-2北方接近 与SCP-111-1面朝的方向相反 特工们靠近到离SCP-111-2不到300公尺的范围内 就在那时 SCP-111-1突然跃起 没有任何警告地向特工们发起袭击 特工 意识到任务已经失败 开始逃离Gate地区 SCP-111-1在后追逐 但随着气与SCP-111-2的距离变大 它的大小 轮廓的清晰度和速度都开始衰减 当SCP-111-1与SCP-111-2的距离 达到了900公尺的时候 SCP-111-1被观测到完全停止了活动 此时 SCP-111-1愣了一下 把它的头转向SCP-111-2 SCP-111-1在这个位置上停留几秒钟 之后就大吼了一声 向SCP-111-1的位置跑了回去 SCP-111-2则被观察到 恢复了其抽搐和禁卵 该事件的影像记录显示 朝SCP-111-1发射的子弹 在不接触其躯体的情况下 直接穿过了它 尽管事实上 在攻击特工们的时候 它的牙齿和爪子被证明是坚固的 特工 是该起事件的唯一审还者 O5-5支 在此之后 只有地址人员和遥控无人机可用于直接接触SCP-111-1 预期 19年5月20日 明地坚人员装备了 从不同方向被派遣前往SCP-111-2 事件被证实与上次类似 SCP-111-1当场解决了所有地址人员 在事件中 D-8301-1在被杀之前 接近到离SCP-111-2不到50公尺的范围内 在这段时间内 摄影机注意到了SCP-111-2的异常 其抽出放缓 睁开了他的眼睛 死死地盯着D-8301-1 然后SCP-111-2的手臂 朝着D-8301-1举起 在观察员们看来 是要给他一个幻影的拥抱 在D-8301-1被SCP-111-1杀死前几秒 可以观察到SCP-111-2的嘴唇动了几下 苏师的说着 不 下来 孩子 在D-8301-1死亡后 SCP-111-2立刻变毫无升旗 恢复正常的抽搐 欧五只 看来所要有效的一只SCP-111-1 简单的鼓励SCP-111-2已经足够了 因此 除非有重大发展 震停所有进一步测试 直至零行通知 以上就是SCP-111-1 SCP-111-1可以分为两个部分 SCP-111-1和SCP-111-2 SCP-111-1是一只类似幽灵的白狗 因为远超过普通狗的力量和速度 SCP-111-2是一个被吊在树上的男人 所有接近男人的人都会受到白骨幽灵的攻击 这个SCP其实是SCP-1000竞赛的参赛作品 目前分数在所有的参赛作品中是第二高分 仅次于SCP-1000 之前说过SCP-1000的竞赛主题是民宿故事或是都市传说 SCP-111-1的灵感是来自一个南卡罗来纳的鬼故事 内容大概是这样的 一个旅行商人与一只大白狗来到一个城镇做生意 但当他们要离开时 镇上发生了谋杀案 外来的商人成了怀疑对象 最后被暴民们吊死 白狗尝试保护他的主人 但却被其中一个暴民开枪攻击 受伤的白狗只能逃离 不久之后 城镇里的人就发现他们诬赖了清白的人 而挂在树上的尸体 保护一直在提醒他们犯的错 虽然证明想要将尸体埋葬 但白狗守护在尸体旁 威胁着靠近尸体的所有人 在夏日的高温下 尸体散发出腐败的气味 过了好几个星期 尸体和白狗才从小镇里消失 几个月后 一个当初参与暴民活动的男人 经过了吊死伤人的那棵树 突然闻到一股令他做我的气味 他找尋气味的来源 最后在树上 他看到一具发着光的腐烂尸体 而下方是一只眼睛发着红光的白狗鬼魂 鬼魂开始攻击男人 重伤了他 最后导致他手的残疾 男人后来得知 所有参与暴民活动的人 都受到了白狗鬼魂的攻击 并最终都导致某种程度的残疾 而开枪打白狗的男人 他的四岁儿子失踪 并且再也没有人看见他 故事的内容差不多就是这样 我会把故事的连接放在底下 有兴趣的人可以去看看 这支影片就到这边 如果你喜欢这支影片 只有帮我一个喜欢 不喜欢的话就会不喜欢吧 希望有助手的SCP或主题 可以留言告诉我 就这样 拜拜